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马哥 我现在在明乐 我朋友这里过来拿一个谷歌给我发的一个信封邮件 也就是一个验证码 地址验证码 昨天那个快递员打电话给我了 今天过来拿一下 特意穿了一个新衣服 像不像泽连司机同款 现在明乐拿一个信封 你好 我是不是有个瓶油啊 二五两点钟的时候说哦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就这个 哇 哇 拿到了 就这个这个这个 好好 拿走就好 好 谢谢啊 哈哈 看一下从哪里发过来的 一封 这个信封还是马来西亚发过来的 马来西亚音 不是马来西亚音头类线呢 今天是6月20号 我终于收到了这封谷歌给我发的邮件 谷歌的现实聘马 这个邮件是6月2号发 这个邮件是6月2号的时候发出来的 6月2号的时候我的频道收益超过了10美金 谷歌他就会自动发一封这个 邮件给你 这个邮件里面有一个6位数的数字 相当于是验证码吧 用来验证你地址的真实性 输完这个验证码之后你就可以绑定银行卡了 到时候谷歌会把那个钱打到你的银行卡上面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每个 在油管上做视频的男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今天我也是终于收到了这个 谷歌的现实聘马 这封邮件本来昨天下午的时候那个邮政快利员就给我派送了 但是我填的是我朋友的例子 我朋友他在上班没有办法签收 所以我今天就亲自过来拿一下这个信封 现在在等我朋友下班 等他一起过来吃个饭吧 我朋友六点半下班 现在八点钟了 终于回来了 点了四个 好不容易过来一次 再搞两瓶小啤酒吧 搞两瓶得了 哎我怎么看得好像跟店里面卖的是一样的价钱 店里面店里面好像也是七块啊 哈哈和店里面是一样的价钱 白味 今天收到了谷歌发给我的验证码 也算喜事一桩了 打两瓶小啤酒喝一下 正好朋友下班回来 还没有吃饭的 我们两个喝一个 可以了 我靠全是泡沫 哇擦 我帮我一家 跟我们公司一样的 刚跟朋友吃完饭 准备坐公交车回去了 公交车还没来啊 跟大家聊一天吧 跟大家聊一天吧 朋友们终于回来了 谷歌的Sense 现在把它拆掉 给你们看一下 哇 好数字啊 150818 818 咔咔就是发 如果你未带四个月内 使用聘马验证你的例子 我们将会停止通过你的账号投放广告 现在把它填到那个网站的后台上面 开始弄吧 把这个六位数的验证码填到这里就行了 点提交 验证完了 验证完了 然后呢 奇怪的是 我把这个地址已经验证完了 他并没有 他 他并没有让我绑定银行卡呀 不知道怎么搞的 今天是操作不了了 没有绑定银行卡的操作 现在这个账号上面 一毛钱都没有啊 这个P码我已经验证了 但是无法把那银行卡呀 过两天再看一下吧 有可能是那个钱没有达到100美金 所以他就 往定不咬银行卡吧 刚才在那个马路边太吵了 我跟你们说一下 我跟我朋友在那吃饭聊了些什么吧 我朋友本来是在那个名乐村周围上班 但是他公司最近派他去那个 南山区南山科技园那个创为大厦那里上班了 原因是因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是因为那个创为有一个项目部 裁员了 裁了100多个 具体原因就是创为公司旗下的一个子公司 裁员了 裁了100多个人 整个项目部只保留了呃十来个人收尾了 其他的全部裁员裁掉了 然后我朋友他们公司做的 产品 是跟那个创为公司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创为公司 把他们公司的那个 这个项目的一些 原代码还有一些什么优爱之类的 卖给了我朋友上班的那个公司 好像是三十万块钱吧 他最近半个月都在创为公司那边交接项目 然后把他们那边倒闭的项目给移植到 我朋友上班的这个公司来 所以说啊 今年有工作的 你千万别 别在浩高骛远了 踏踏实实的上班吧 创为也算一个大公司了吧 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 听到有创为的电视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呢 这都是一个老公司了 他们也顶不住要裁员了 好像说整个那个业务线 100多号人全都裁了 只剩了十来个人 赔偿是N加1吧 反正我听我朋友说 他们那个办公楼整个一层 一层一层写字楼是挺大的 全都空了 只剩十多个人收尾了 只剩十多个人收尾了 想跳槽什么的了 最近好像深圳每天都看到有裁员的新闻啊 或者什么什么 这个公司倒闭了 那个公司搬走了 反正最近都是这样的新闻啊 所以说啊 疫情开放了之后 比没开放更加的艰难了 哎 自求多福啊 今天又是 非常奥迪给的一天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观看 提醒您